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外交部發佈13000字文件詳細裸列 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一些事實清單 在前年中外交部就開宗名義 批評美國長期以來將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實 煽動分裂對抗干涉別國內政造成災難性後果 前言部分就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簡稱NED 作為美國政府馬前出、白手套、民主十字軍的主力之一 打著促進民主的防止、顛覆別國合法政府、培植親美快女勢力 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斑斑劣跡,引發國際社會強烈不滿 外交部強調當今世界和平和發展是時代主題 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潮流不可阻擋 任何以民主為名干涉別國內政的圖謀都不得人心注定失敗 全份清單分為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先說NED的歷史和組織架構 NED名義上是對別國民主提供支援的非政府組織 實質就是依賴白宮和美國國會的持續資金支持 遵照美國政府命令採用資金資助形式操控指揮全球多家的非政府組織 向目標國家和地區輸出美國價值觀 實施顛覆滲透破壞、煽動所謂民主運動等 本質上就是美國政府的白手套服務美國戰略利益 這個基金的始創人艾倫·溫斯坦 早在1991年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的時候 直言不諱地說 我們現在做的很多事就是25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做的事 外交部的文件就直指 NED因此在國際上被稱為第二中情局 有四個核心受助機構 分別就是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 和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 主要負責扶植當地的政治團體 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主要負責推動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 國際私營企業中心主要負責拉攏私營企業 第二部分就詳細羅列了三十多年來 顏色革命發生之地 和美國意圖顛覆目標國政權 背後都可以看到NED的身影 再細分為幾個不同的目標區域 第一,東歐地區 NED早期的文件顯示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 NED主要在東歐活動、顛覆政權 包括1989年8月27日《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 《我們是如何幫助團結工會取勝的報道》 指出NED向波蘭團結工會提供資金支持 幫助他們推翻當時的政府 開啟了東歐劇變的聚幕 2000年10月 NED資助拆動塞爾維亞、天鵝勇革命 顛覆了米洛西維奇政府 文件又指2004年底 烏克蘭、橙色革命中 美國通過NED等組織 向烏克蘭反對派提供了6500萬美元資金 2013年烏克蘭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活動 NED在烏克蘭資助了多達65個非政府組織 甚至提供大量資金為參加抗議活動的每一個工人發工資 第二,阿拉伯地區 NED是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的重要幕後黑手 在埃及、也門、約旦、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利比亞等國 通過支持所謂女權、新聞自由、人權活動 向親美個人和團體提供資助 輸出角色反政府思想、煽動顏色革命 導致阿拉伯世界深陷戰爭、社會動亂和經濟衰退的泥沼當中 第三就是美洲,策動玻利維亞顏色革命 逼總統莫拉萊斯辭職並且流亡海外 文件的第三部分就是拆解NED的行事手法 指NED在目標國家長期滲透 培植當地的反政府勢力,不斷激發社會矛盾 將黑手伸向他國內部事務 這部分的例子集中講到與香港相關 文件中提到香港,透露NED主要通過下屬的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 與香港的反對派政黨團組織接觸 這個機構從1997年開始一共發布18份評估報告 試圖影響香港民主化進程 2002年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2003年資助反對派策動七一大遊行阻止23條立法開始 到2010年與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策謀五區公投 2014年指示資助香港反對派激進青年骨幹 策劃非法接種行動 文件引述NED的官網顯示 2020年涉港資金200萬美元項目有11個 其中將擾亂立法會選舉作為重要工作 重點包括加強市民對選舉的監察項目 為新成立的反對派團體提供技術和財政援助 由設立多個項目包括通過網絡加強香港民主運動 培植下一代香港活動領袖 在亞洲鋪設民主運動網絡 外交部的文件指責這是插手香港選舉干涉中國內政 另外也列舉了NED通過不同形式介入俄羅斯 法俄羅斯、蒙古國、吉爾吉斯坦甚至泰國、尼加拉瓜、古巴、委內瑞拉 還有非洲的海地、烏干達等國家的政局 第四大部分就集中說如何滲透中國 文件指中國一直都是NED滲透顛覆活動的重點目標之一 NED每年投入了巨額的資金開展反華項目 企圖煽動僵獨、港獨、撞獨等活動 2020年NED官網公開的數據顯示 NED在一年中向與中國有關的69個項目提供了千多萬美元 企圖推動各類危害中國政治社會穩定的活動落地 第一NED是諸多僵獨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 這個基金會稱2004年至2020年 它向各種維吾爾組織提供了875萬美元的資金 其中大部分流向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等僵獨組織 第二NED與狀獨勢力保持密切接觸 2019年涉狀資金有60萬美元 重點項目包括加強狀獨分子、開展西藏社會運動、 游說和施壓國際社會干預西藏事務等 2020年資金100萬美元 重點項目包括西藏時報項目、發行藏文報紙、 運圍藏文網站等 第三文件引述香港機構指 從1994年開始這個基金就開始資助香港人權監察、 香港職工盟等各種的香港組織、 學運組織和媒體操控他們開展各種示威抗議活動 根據重慶大學經略研究院研究員道佳統計 自1994年開始NED每年都資助香港項目 到2018年總共投入超過1000萬美元 從2003年至今在非法佔中、反修例、 暴力示威遊行等香港眾多大型街頭運動中 都有NED在幕後組織、策劃、指揮和輸送資金 文件指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風波中 NED從幕後走到台前 直接和反中亂港骨幹進行接觸 向參與暴動活動的人員發放寶座、開展培訓 文章點名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原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 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等人訪問美國 參加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操辦的 對香港公民社會和法治的新威脅研討會 公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修例 去年進一步加大扶植流亡海外的港獨分子群體 文件第五大部分就大力批評 NED炮制虛假信息、炒作反政府言論 包括2021年受新冠疫情和美國收緊制裁的影響 古巴經歷3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古巴通貨膨脹加劇 各地出現糧食、藥品和電力不足的現象 7月11日 包括首都哈雅那在內的多座城市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古巴政府調查發現這些示威背後 與美國政府機構有密切聯繫 其中NED發揮了重要作用 亦有針對中國的內容 例如提出新疆的所謂種族滅絕言論 還有營造敵對氛圍炒作銳實力概念 2017年11月NED研究部副主任 克里斯托弗、玉爾克和傑西卡、路德維希 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題為《銳實力內涵》 威權國家如何投射影響力的文章 首次炮製出銳實力概念 鼓吹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 至於第六部分文件就指NED資助活動和學術項目 搞意識形態滲透包括設立民主獎項 以鼓勵各個異見人士幫助美國輸出民主 例如在埃及資助非政府組織埃及民主學院進行思想滲透 2013年10月2016年年底 NED又資助本土派的梁天琦、黃台洋 分別前赴美國哈佛大學和英國的牛津大學深造 文件指NED常年資助舉辦 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班 參加人員多數都是藏讀、疆讀、蒙讀、港讀、台讀代表等 直至2020年11月已經舉辦過15屆 而今年NED會長威爾遜率團訪問台灣 並宣布將會與台灣民主基金會合作 在2022年10月在台北舉行世界民主運動全球大會 我覺得外交部發布這份清單有幾重意思 第一,在香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最重要的一場選舉 文件就是在特首選舉舉行前一晚發布 顯示中央認為香港仍然是中美角力場要先行出手踢爆 第二,警示大家美國仍然未放棄和平演變中國的政策 不要以為天下太平 第三,預警美國會在台灣出手 中共二十大今年秋天舉行 而NED就在台灣落地生根 還要今年10月在台灣舉辦世界民主運動全球大會 屆時是否會廣邀美西方的政要參加向北京極限施壓呢?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